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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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连前国防部长也气扑扑的说 应该直接把它击落 有学者也搬出台湾地区 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施行细则 第41条第四款规定 航空器进入外岛限制区内 必要时可以强制驱离或让它降落 换句话说 语法有据可以击落 在国防部不会因为文风起舞跟着跳 我们还是抱着一个谨慎态度 去评估去应对 那当然在外离岛官兵受到压力很大 这责任要我国防部长来负 因为是我要求他们要冷静要克制 说是自己要求不要扩大冲突 但供给从八月初到现在不到一个月 已经有四百多架次超越海峡中线挑衅 邱国阵也落下狠话 到时候我也可以讲 我放几个鞭炮下下麻雀 你到那你也不要大惊小怪 也就是说哪天忍不住出手了 对岸可不要怪我 TVB新闻李国伟刘地雄 伟嘉贤三区小组台北赛访报道 至于乌俄战争 最近不是传出乌克兰在部分地区开始战上风了吗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一个最新宣布就说 他们已经在南部大城赫尔松外面的几个村庄取得胜利 收复赫尔松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朝着远方的乌军发射迫击炮 距离前线更近的俄罗斯空降部队发射RPG 榴弹火箭与地面部队包抄猛攻 拿下尼古拉耶夫近郊的这座城镇 乌军也只能仓皇撤退 连避章也顾不得了 俄军的炮火当然也覆盖了尼古拉耶夫 当地的民宅现在只剩一堆瓦礼 乌俄双方前一天才在这里爆发激战 乌克兰誓言夺回南部地区的尸土 不断对驻守的俄军发动反攻 现在总统泽伦斯基也证实他们却有战获 在乌克兰阵亡将士纪念日的这一天 乌克兰宣称他们正挥军进攻赫尔松 希望收复这座陷落超过五个月的城市 尽管俄军还是不承认退败 但是对乌军来说拿回尸土的机会 就在眼前士气正高昂 不过接下来这地方会不会成为新的乱源呢 因为各方没有共识 无法组成政府的伊拉克 现在混乱状况扩大了 而成为最后一根稻草的是 什叶派领袖萨德突然宣布退出政坛 接着大批的支持者就闯入总理府来抗议 而根据外媒报道 已经有至少20个人在抗争当中死亡 隔开贫库与豪奢的高墙倒下 积怨已久的伊拉克人兴奋欢呼 他们冲进总理府 还在宽阔的大厅兴奋自拍 逼出胜利手势 甚至有人跳进泳池消暑 毕竟这些豪华设施 都是剥削他们的资产而来 伊拉克爆发反贪腐示威 警方的强力镇压 却让冲突升级 闪光弹和催泪弹齐发 甚至传出死伤 让伊拉克政府不得不宣布 从当地周一晚间七点开始 实施无限期宵禁 伊拉克总理卡迪米 呼吁示威者立刻撤出绿区 总统沙勒也紧急开会 商讨如何解决政治危机 作为抗争核心的实业派领袖萨德 甚至宣布绝食 希望能让支持者 停止使用武器和暴力 去年赢得国会大选的萨德政党 筹组联合政府的谈判 却迟迟没进展 让伊拉克国会 瘫痪长达十个月 而且连解散也解散不了 如今民众愤怒上街 甚至闯入总理府抗议 伊拉克的混乱 恐怕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中国大陆是又有地方 因为疫情被管控了 这一回是深圳 在昨天深圳宣布 新增了35例本土病例之后 已经有部分地铁站暂停运作 特别是病例比较多的福田 罗湖这两个区 更从昨天开始实施一连四天的管控措施 29号开始 大陆深圳接近香港的罗湖区 还有超高大楼林立的商业重镇福田区 宣布展开为期四天的全域管控措施 居民被要求足不出户 严格居家 每户每两天才可以派一人 外出一次采购必需品 而且他还要有24小时PCR阴性证明 就算出了门 除了保障基本需求的超市 药局跟医疗机构 还有禁止内用的餐厅之外 所有生产经营活动也全都喊停 深圳28号11人确诊 隔天增加到35人 但官方不敢大意 进一步关闭24座地铁站 跟多条公车路线 依然官方认定 这次的变异株 隐匿性跟传播能力 都不容小觑 根据大陆媒体报道 深圳本地确诊者的病毒株序列 跟先前的境外移入个案 高度同源 怀疑是输入个案 引发了本轮疫情 电视区人张志明 庄志伟综合报道 来看台湾 今天倒是有不少家长校竹 颜开 因为今天是全台中小学 开学日 只是原本就少子化了 今年的国中一年级 更因为碰上当年是虎年 姓生更少 有国中是平均一个班级 少了十个学生 开学第一天 国中新山来教师报道 这些七年级生 刚好碰到生肖属老虎 人数明显锐减 以怀生国中七年级的班级来说 一排只有四个人 共有五排 全班二十个学生 活动空间也更加宽敞 以北市怀生国中来看 九年级生肖 属猪和属老鼠 一般有三十人 八年级平均也有超过二十九人 青年级属牛和老虎 一般只有二十人 比往年学生数一般少十人 减少超过六成 根据教育部推估 一百一十一年 国中生全台九年级 共有十九点八万人 八年级十九点一万 属老虎的七年级生 只有十七点五万 少了超过两万人 我们观察学区小学的学生数 目前看起来是非常乐观 因为接下来的学生数 是会回流的 像是北市热门明星学校 只受到音乐班 或相关超额限制影响 七年级到九年级人数 全部都是三十人 年年招满 但新一区 另外一所规模较小的国中 今年七年级只有一百一十一人 现在一班只有二十二人 比九年级少了八位学生 团善业者虽然以人头收费 但因为订餐人数减少 赚得更少 因为市地还是有要有这么多人 去做你们的一个餐点 那个棚票 公司在人体成本的负担会加重 也有学校受到疫情影响 开选没有这么顺利 台中树的国小一年级学生 因为新校舍工程没有完成 只好先到校门口集合 搭乘游览车 到其他国小上课 新校舍预估延后两周才会启用 另外开学后防疫制度 前两周维持救治 一位学生确诊 全班停课三天 但从九月十二号开始 就要同班师生 以及有脱口罩接触 十五分钟以上的接触者 快晒阴性就可以正常上课 前两周观察其后 也将视情况调整停课制度 体育新闻 而美国也在迎接开学季 却也有更多妇女选择辞职 原来这些职场妈妈 为了省托儿费用 只好回家自己带小孩 最新数据还显示 在美国要养育一个孩子上高中 就得要花30万美元 换算台币高达900万 接下来是TVPS新闻合作伙伴 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报道 美国小朋友要开学了 许多家长却开心不起来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最近公布一项新数据 在美国养育一个孩子 直到上高中的花费 已经上涨到超过30万美元 换算约900万台币 为了省钱 职场妈妈们选择离开工作 自己带小孩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 事实上有23% 家中有婴幼儿的父母 在过去一个月内辞掉工作 回家照顾小孩 新冠疫情大流行居家工作 正在改变职场父母的生活 另外这位职场妈妈也深有同感 统计指出 美国有将近十分之三的家长 在全职工作同时 必须兼顾小孩 科努伊从自己的经验出发 创办了一间新形态的托尔中心 一个可以让家长工作的 共享办公空间 同时也可以让孩子 在一旁玩耍 育儿专家也提供建议 可以咨询雇主 是否提供孩童养育补贴 活用网络资源来确认 负担得起的托儿选项 不要自己闷着头 在家苦恼 开学季也是烧钱季 小朋友上课需要的文具琳琅满目 专家建议家长在替孩子挑选时 不要只顾价格 材质方面也要慎选 这两位妈妈创立了一个免费线上工具 提供家长购物参考 至于孩童上学要填购新衣服 可以考虑送到二手回收 永续环保 从小做起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来到Focus全球第一线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德州州立大学副教授翁吕中 教授好 是 安琪主播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 首先要跟教授请问一件事情 其实台湾媒体刚刚也有大篇幅报道了 就是拜登政府将会有一批新的对台军售 要请国会批准 而且说这批军售 不只是像过去几次那样只是零件而已 这一次包括了60枚的反舰导弹 还有一百枚的空对空导弹 那么这边就要请教授 但我们看看这透露什么讯息 还有是真的能很顺利的说卖就卖吗 是 我们说从这一次的这个军售案 提议的这个军售案 可以从两个面向来看 第一个是军事的需求 第二个就是政治上的意涵 在军事上的需求来说 事实上这两项重大的 主要的这个军售内容 两项主要的项目是 一个是60枚的所谓的反舰飞弹 鱼叉反舰飞弹 另外一个是100枚的 空对空的响尾蛇飞弹 首先从军事需求来说 这两项都是过去曾经有出售给台湾的 也就是说它并不是新的项目 所以在这个基本上要所谓的 触及到敏感的神经的部分 至少过去曾经有出售过 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可以归类 所谓的防卫型的武器 那对台湾来说 我们可以从美国的这两项军售 事实上主要的军售 可以解释为美国对于台湾 所建议的所谓的不对称战略 这符合了美国对台湾的建议 只不过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军事需求上面 可以反思一点的部分是 这个是台湾付钱 台湾要求的军售 台湾期待的军事的战略的准备 所要的军备还是说从美国的角度 希望台湾所拥有的军备 两者的差别在于 其实美方过去都一直很婉转的 希望给台湾用建议的方式 由台湾自己来做战略的想定 然后给予台湾防卫性的武器的 这个采购案的批准 但是现在美方其实越来越像是 主导台湾的军事战略的准备 换句话说 就是说现在的所谓的不对称战略 是不是台湾想要的台湾想台湾自己本身的军事战略 会不会受到美方从军够的角度来做一些影响 这个是台湾其实可以去进一步去观察 甚至去思考的问题 那在政治上 其实我们知道现在的中美的紧张的局势 正在升温当中 所以拜登总统基本上 他现在提出这样的军事采购案 事实上某种程度也在传递一个讯号 是美方继续支持台湾 也希望中国在所谓的 进入到所谓的新常态的过程当中 可以稍微的往后退一些 希望台海的局势再稳定下来 至于说美国的国会会不会批准 以目前美国共和和民主两党 都在对于中国态度是非常强硬的状况 预料这个军售案大概不会遭到太大的阻挡 所以我们可以预期的是 在9月15号9月中之后 国会正式开议 像这样的军售案 非常有可能快速的在国会当中进行讨论 过关的机会其实也是挺高的 当然就像我们所说的 台湾要自己思考的是 整个防卫准备 什么是台湾所需要的 如何跟美国表达台湾的立场 跟台湾的利益 如何守护 这个才是台湾要重视的事情 是 教授你刚提到说所谓新常态 就是白宫国安会在面对记者询问的时候 讲到说他们不太 不希望也不会接受 中共试图在台海建立新常态 那么这个问题 这个答案似乎是因为 先有记者问了 中共无人机一直飞到金门的问题 那么中共好像不必太大的军演 就是这样的意思派无人机飞飞飞 就蛮会造成一些困扰 那么这边我们就要请教授 带我们解析一下 白宫又怎么面对这样的状况 这样的问题呢 是我们知道从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访问台湾之后 事实上两岸之间 尤其是台海的局势 就变得稍微紧张一些 尤其是中共的解放军的军事演习 从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到飞弹的制射 到所谓的无人机的骚扰 事实上它所呈现的 包括还包括了解放军的军机 飞越海峡 变成一种新的常态 这个所谓的新常态 就是在过去还稍微的有限制 有节制的这个情况 现在好像出现了没有节制的状态 变成了常态性的军事演习 而这种新的常态式的军事演习 会造成比较大的风险 原因是因为 首先我们不知道到底 何时是军事演习 何时是真的有可能 要进行军事上的攻势 再者是这样的新常态 频繁的军事演习 非常有可能造成擦枪走火 不只是在两岸之间 解放军对上中华民国国军 或者是解放军对上所谓的 群役在台海周边的美军 都有可能造成比较大的风险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白宫会 特别出面强调说 美方是非常不乐见 所谓的新常态 在不乐见新常态的状况之下 美方所采取的反制的措施 同样的是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政治 第二个就是军事 在军事上我们看到了 美国的军机也进驻到了台湾海峡 另外在美国的海军的部分 近期也派出了两艘的巡洋舰 在台海周边巡逸 所以想要用秀肌肉的方式 在目前美军仍然占有 军事优势的情况之下 让中国的解放军 或者是北京当局 退回原来的所谓的 旧常态的范围当中 另外在政治上 我们接下来可能会看到 美方可能会透过过去 曾经通过的台湾旅行法 在国会议员访台 或者是美国甚至行政官员 访台的部分 可能会增加更高的频率 甚至台湾的官员 也有可能透过台湾旅行法 到美国来访问 用政治的力量在外交上面 也对中国北京当局施压 希望他们可以回到 所谓的旧常态 只不过中美之间的角力 很显然的 短期之内 平时政治上面 互相秀肌肉 互相言辞交锋 还会持续的发生 这个对于夹在中间的台湾 同样的我们强调 如何理性跟理智的面对 恐怕是台湾 真的要好好思考的问题 而且麻烦的是 这个秀肌肉 还不只是单纯 就两个国家而已 还有各自的盟友 像俄罗斯 从9月1号开始大型军演 中国大陆就会参加 而且说 现在说蛮敏感的是 这个军演的场域 涵盖了日本所说的 北方领土 这是不是又增加了 新的不安呢教授 是现在的国际局势 确实我们不能从 只单就一个单一的事件 我们把整个面 拉得比较广一点 我们就会看到 美中的竞争当中 俄罗斯其实也抓到了 也嗅到了有机会 来拉拢中国的一些契机 所以我们知道 虽然乌俄战争 持续在进行当中 但是俄罗斯这个时候 才所举办的 所谓的军事演习 要在远东地区 也就是在东部 在亚洲 日本北方的领土这边 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他一方面是要传递 俄罗斯还是有朋友的 俄罗斯还是可以 找到自己的盟国 包括了中国 印度等等的国家 很可能都会加入 这次的军演 所以展现给西方国家 看的是俄罗斯是有机会 趁着各国可能跟美国 有不同的想法的时候 拉拢这些国家 某种程度是造成 西方国家的一种压力 再者第二个部分 是在日本进行 日本的领土 进行军事演习 其实给日本的压力 是蛮大的 虽然日本我们知道 他站在清美的立场 可是日本也相当的务实 包括日本民众 也在开始思考的是 从乌俄战争到现在 因为乌俄战争的开打 日本对于俄罗斯的石油 天然气的投资 就因此而中断 甚至是有一些损失 在经济上的损失之外 现在在军事上 又遇到了北方领土 有所谓的军事的威胁 这个会给日本造成 比较大的压力 采取清美的措施 是没有问题 问题是采取清美 要付出多大的成本 是不是在国安部分 必须要继续的强化 而付出的成本 日本的民众 愿不愿意接受 这个考验的岸田文雄的内阁 他到底要愿意 愿意承担多大的风险 会不会做出一些调整 其实俄罗斯的军事演习 我们说了 不但是就给全世界看 俄罗斯在目前 即使是在乌俄战争的情况之下 还是有盟友 还是有一些力量可以集结 同时他也在亚洲地区 造成更大的一些不稳定 这些都是我们值得观察的 虽然这次的军事演习 跟四年前的军事演习 相较规模是缩小了很多 可是即便是规模缩小 他传递出来的信号 还是不得不防的 另外还有一个是 大家也在看欧盟 是不是还撑得下去了 刚刚讲到说 对俄罗斯的制裁 不买他们的天然气 不买他们的石油 在欧盟那边 我们已经看到 能源价格大涨 最近大家还担心的是 天气要冷了 接下来这能源短缺 恐怕不只是涨价就能解决 那么是不是欧盟 真的有可能撑不下去 他们接下来要开会 讨论一些应变方案 会不会因此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 就因此减小呢 请教授 带我们分析一下 是的 我们说从乌俄战争开打以来 事实上整个欧洲国家都在不断的反思 反思的是过去 是不是太过天真的相信俄罗斯 会持续的供应低价的天然气 而也太过天真的相信俄罗斯 就是一个非常温和的霸权 而不是随时会变卦的一个威权国家 现在看起来欧洲国家确实面对到了这个很严峻的挑战 当然他们就必须要承认过去可能是太过天真了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乌俄战争开打之后 以欧洲国家来说 平均的油价上涨了至少十几倍 以现在提案要求大家凑在一起开会的捷克而言 它的天然气的这个价格上涨了高达18倍之多 可以想象一般的民众 他如何来承担这种高涨的能源价格 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居不下 现在还在所谓的夏天或者是天气温和的时候 想象一下在冬天更需要暖气 更需要能源的时候 欧洲的国家要如何的支撑这样高涨的电费 有一些国家或许他在本身的经济条件 例如说开发比较先进的国家 德国法国等国或许可以撑的 因为这个资源稍微多一点 财力稍微久后一些 或许可以支撑的稍微久一些 但是27个欧盟成员当中 其实有非常多的国家并没有这样的财力可以支撑 更何况是一般的民众在社会当中 其实有不同的社会阶层 当这些民众没有办法做出他们的生活上面 没有办法支撑他们的生活的时候 当然对于所谓的民选政府就会产生很大的压力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乌俄战争打到现在 普遍的问题 现在恐怕只是挑战的刚开始 因为真正面临到寒冷的冬天的时候 整个欧洲他所面临的挑战会更大 民主政府他不可能不关注民众的民生 人民的生计问题 所以到今年的秋天之后 如果乌俄战争没有一个突破性的变化的话 事实上欧盟国家到底还能不能继续支撑下去 恐怕会是非常大的难题 教授你之前还提到过说 这个强权角力还有一个地方 其实也蛮值得观察的 就是在南太平洋 那么最近就传出这里所罗门群岛 有美国英国的海警船希望靠港补给 结果被所罗门政府拒绝了 那么这边就要请教授请教 是因为中国大陆在这边的这个 做的一些事情开始有效果 把所罗门群岛拉过去了 或者是所罗门群岛就看准 他们现在在这两国角力当中 占有有力位置 故意要表现一些姿态 教授你怎么看呢 确实是如此 事实上现在的国际体系 我们常常在说 现在的国际体系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 过去的国际体系当中 美国是超强的存在 也就是一个第一名的国家 跟第二第三名的国家 其实有明显的差距 但是问题是 现在的美国国际影响力 正在衰退当中 所以整个全球的体系当中 第二名第三名的 像是中国俄罗斯 甚至欧盟国家 它的影响力都在上升 世界各国进入到多极体系之后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 就是所有的大国小国 基本上都尽可能的 能够抓住各国的利益 掌握自己的利益为优先 至少门前选 先能够抢下多少资源最为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看到即便是南太平洋的国家 它也非常的清楚 自己国家的利益 在于它的战略地位 非常的重要 因为南太地区 刚好是在太平洋的中间 在中美竞争当中 占有非常重要的 关键的战略位置 任何的一方 不管是美方或者是中方 任何一方 如果可以在南太地区 设立比较强的军事据点 都对于对方而言 会是一个武器投射 或者军力投射一个基点 这些都会造成对方的 这个军事上面的威胁 来得更加的更加的巨大 这也是为什么所罗门群岛 它看准了自己的利益 所以希望在美国 跟中国的两强之间 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 看看能不能够取得更多的利益 现在看起来 它像美国暂时给额美国 一个软钉子 让美国的海岸巡防队的船舰去停泊 但是它同时也不是完全的切断 这样的一个来往 事实上它是让美国的医疗船 是可以停泊的 所以还是有选择 那目前在对中国的部分 它也向世界传达的是 它没有意愿让中国真的可以让 可以让中方在所谓的索罗门群岛 建立军事基地 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 像索罗门群岛这样的南太国家 其实就如同我们所说的 他们在美中的角力当中 试图找到自己的利基点 争取自己最大的利益 可以想象的是 从中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 譬如说外国的援助 经济的援助 美国就在这段时间 已经正式的更加的重视索罗门群岛 甚至在这个地方要设立大型 这是过去不曾发生的事情 当然可以想象 中方也会持续的加码投资索罗门群岛 简单来说 整个索罗门群岛因为中美的角力 现在正在获利当中 无论是不是整个国内 是不是有不同的声音 但是目前的索罗门群岛 或者整个南太地区的很多国家 看准的都是在角力当中如何获利 其实我们看世界上很多国家 在目前的局势当中 都试图的按照自己的国家利益 去思考自己的国家的经德战略 让自己国家可以在国际 现在的变局当中生存 其实台湾真的可以多多思考 很多的小国的生存之道 也许值得台湾借进跟参考 好 谢谢教授的苦口婆心 后续我们也会请教授 持续的我们来看世界各国的发展 希望找一些经验 找一些借进 我们再次谢谢教授 感谢 好 那么在刚刚讲过了 两大强权的角力之外 其实也有一些国家 就是赶快抓紧 这个和平的空档 极力发展 像沙吾地阿拉伯 王储沙尔曼 这几年推动现代化 最近更积极推动观光产业 不少有如一千零一夜的历史场景 就吸引了喜爱神秘国度的民众 不远千里一探究竟 异国风情的节奏 搭上高科技的灯光效果 这里不是杜拜或是杜哈 而是沙吾地阿拉伯的首都 利亚德平日的夜晚 数千年以后 这些场景像是禁止的 音乐 男人和女人在公共的社会 数千年历史的阿拉伯国度 在王储沙尔曼的推动之下 掀开了面纱 不再是用布卡从头包到脚 伸人物尽的古国 而是只需要一份电子签证 就能踏进门的国度 准备跨步向前的沙吾地阿拉伯 却还是拥有古老的灵魂 除了每天五次响彻云霄的祭道声 还有首都近郊 这个德拉伊耶的遗迹 就是这样在现代与远古之间 徘徊的沙吾地阿拉伯 展现出绝无仅有的魅力 会在西北部地区的古城欧拉 更是把这样迷人的反差 展现得淋漓尽致 曾经是千年以前 香料贸易的重要枢纽 古城仿佛把当年的气味 都锁在时光胶囊里 数百间的泥砖房错落有致 如同走进一千零一夜的奇幻梦境 但两旁的柏油路还有现代艺术造景 又把时空拉回二十一世纪 欧拉像是横跨在平行宇宙的正中央 感受到变与不变的拉扯 但这一切都不能阻挡 沙乌地王厨的野心 不想只靠满满的石油 当经济后盾 观光产业成为沙乌地阿拉伯 伸出触角的目标 产油国的好气 创造出奇幻的美景 还有现代艺术的碰撞 马拉雅音乐厅绝对是社群世代 最难以自拔的背景素材 欧拉古城还有另一项 更让人惊叹的美景 沙乌地阿拉伯 第一个被联合国 列为世界遗产的 马电沙勒遗址 跟世界七大奇景的 越旦佩特拉古城一样 都是纳巴泰文明的产物 但少了熙来攘往的人群 更能感受到巨大炎幕 隐藏的千年传说 一概以往传统保守的风格 沙乌地阿拉伯 积极打造全世界最先进的城市 想唤起沉睡千年的灵魂 但封印在沙漠里的远古文明 因此更显得珍贵 等待无数冒险家不远千里 来到这里发掘更多宝藏 TVL新闻总报道 不是传出有美国军舰 经过台湾海峡吗 美军稍早公布最新影片了 记者庄凯玉有最新消息 美国三名官员27号 曾经向路透社透露 美军两艘军舰 正在通过台湾海峡的国际水域 而隔一天美方也的确公布了 通过台湾海峡的影片 现在看一下当时画面 而这也是裴洛西访台 引发紧张局势 家居后首次进行的类似活动 官方部也表示 美舰由北向南 航经台湾海峡期间 国军全程掌握动态 状况都是正常的 对此解放军东部战区也说 全程跟肩警戒 一切动向都在掌握当中 战区部队也保持高度戒备 并且随时做好 挫败任何挑衅的准备 另外就连经常撞炮 抨击美国的中方官媒 环球时报也说 这两艘巡洋舰 并未对中国的安全 构成实际的威胁 异常的很低调 以上是为您掌握消息 好 至于太空争霸 美国宣布要重启探月计划 不过原定在台湾时间29号 也就是昨天晚上8点半 要发射阿提米斯一号登月火箭 最后关头却因为引擎出问题 临时取消 而且什么时候要再发射 能再发射呢 NASA都没有给出确定答案 等了好久 美国的重返月球计划 才要开始旧卡关 登月火箭阿提米斯一号 在发射倒数40分钟前 宣布取消 原因是引擎出问题 NASA事后说明 其中一具引擎 疑似冷却温度不够低 所以喊咖 但其实在这之前 就有两三次突发状况 先是闪电再来气体外泄 接下来又是疑似有裂缝 NASA没有十足把握 临时取消 虽说是一具全新火箭 但事实上 这枚火箭的零件 是从之前的太空梭上 拆卸重组而来 而这是美国重返月球野心的第一步 副总统贺锦丽还亲自到场 却没能看到火箭发射 她还是去向团队致意 但是民众难掩失望 我们在这里345分钟 等着孩子们 所以现在它没有发生 它就很难 一大群黑压压的人 大家都是天还没亮就来卡位 没想到最后失望回家 那何时还要再发射 NASA给的答案很迂回 外媒报道 下一次最有可能发射的 时机点是9月2号 但还是得等NASA评估 才能重新发射 TVBS新闻总和不斗 不过中国大陆倒是在重庆发射了火箭 说是为了以后要进行人造雨 确实大陆四川省之前的高温干旱 造成相当灾情 直播似乎也才一眨眼 现在是突然有暴风雨来了 整个四川省因为暴雨 紧急撤离将近12万人 成都还有一座桥 因为洪水冲刷 凹了一个大坑 有车子就直接掉进坑里头 画面上看到两辆车竟然堆叠在一起 卡在巨大坑内 大陆四川因为突发性暴风雨 造成多处爆发汗烙 成都就有桥面坍塌 桥上的车也因此硬生生掉落进坑 极端气候持续带来严峻挑战 四川才刚经历数周的高温干旱 如今迎来暴风雨 大陆中央气象台就警告 可能发生汗烙急转 四川因此撤离将近12万人 让人措手不及的汗烙 不止在四川 大陆中央气象台警告 华西地区包括陕西 甘肃重庆等都可能发生 不过大陆川雨地区 仍被高温包围 宫殿吃紧 为了平息民众的难耐和恐慌 重庆紧急发射火箭 人工增雨 随着火箭弹发射 呼啸着飞向云层 开始人工增雨 陆媒报道 人工增雨帮助 重庆多区高温退烧10度左右 但这是否是长久之计 还有大考验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也说就这一阵子以来 我们确实看到北半球不少地方 因为久久不下雨 河流湖泊干枯见底 不过对于考古学界 这倒是个好消息 因为有许多遗迹 因此意外重见天日 像是在德州河床 有恐龙脚印 西班牙 七千年的巨石镇 大家终于再次看到 而大陆长江 还有百年不见的佛像 意外现身 一条条细水会流成河 很难想象 这可是中国大陆 最大淡水湖 江西的颇阳湖 无人机飞越湖面 只见几乎完全干涸景象 湖水面积剩下不到600平方公里 比风水期减少超过3000平方公里 创下1951年以来 最早进入枯水期的记录 甚至有百年不见的佛像 因为干旱重见天日 另外美国也饱受干旱之苦 不过对考古学家 却是好消息 因为史前遗迹 一一现身 另外在西班牙 也有大约7000年前 人类堆出的巨石症 遗迹露出来 不过专家担心 可能有风食危机 但干旱对东非来说 确实痛苦的 因为美水恐怕让饥荒恶化 联合国表示 东非有2000万人 长期受干旱影响 气象图也显示 从2月以来 只降了平常的5%到15%的 应有余量 今年的干旱问题更加严重 TPP新闻综合报导 干的地方非常干 而其他地方呢 阿富汗上个周末 碰上暴雨侵袭 塔利班向国际请求援手 而巴基斯坦 更因为暴雨 大水酿成巨灾 6月中以来 已经有上千人罹难 而上周末的一场暴雨 又夺走了100多条性命 滚滚土石流向下倾泻 房屋和道路全被冲毁 巴基斯坦一名男子和他的牛 受困在湍急的河流中央 幸好直升机及时赶到 将他从河流中吊起 巴基斯坦阵风雨季 今年夏季雨量 是30年来平均值了5倍 大水酿成巨灾 6月中以来 已经有千人罹难 上周末的暴雨 又夺走100多条性命 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 搭乘直升机到南部视察灾区 宣布政府将提供 赈灾补助和免费的医疗 2010年巴基斯坦洪灾 造成近2000人死亡 1800万人受灾 巴基斯坦政府预估 这一次的大水灾损 也将与2010年不相上下 巴基斯坦军方也加入了救灾行列 持续到灾区空投物资 地方政府也在各地搭建避难营 至少安置了50万户居民 巴基斯坦的农业也遭到重创 三个省份的农作物 在连续两个月的雨势中几乎全毁 巴国政府警告 短期内可能会爆发实物危机 外交部长也请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 因为巴国是极端气候下的受害者 邻国印度同样遭暴雨侵袭 北部和中部省份受灾严重 居民得游泳回到家里收拾物品 当地农作物也全毁 阿富汗今年天灾不断 除了严重干旱 六月的强症造成上千人罹难 上周阿富汗中部降下暴雨 夺走数百条性命 塔利班自掌权以来 阿富汗就陷入了人道危机 加上国际社会冻结政府资产 经济深陷谷底 洪灾过后 塔利班也对外求援 数十位美国经济学家 写信呼吁总统拜登 将冻结中央银行储备 归还给阿富汗救民与水火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谢谢您收看今天 Focus世界新闻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